第六十一章绝命一击,白小纯的速度太快,此刻绕着陈恒,根本就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一拳一拳,一脚一脚,形成了一片狂风。 陈恒面色难看,掐绝尖全身防护之光扩散,更有大量雾气散开,与白小纯在这丛林内,在这雷雨中,不断地交战,传出连成了一串的轰鸣声。 越战,陈恒越是心惊,对于眼前这个灵溪宗的外门弟子,他之前已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可如今亲自感受,还是明白自己低估了对方。 能连续击杀十多位族人,灭杀宁气八层并非困难,这种本事,绝非寻常宁气弟子可以做到,即便是灵溪宗身为大宗门,弟子明显比外面的修真家族获得的资源要好很多,可也不至于差距这么大。 他的肉身太坚韧,这是什么练体之法,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而他的力气与速度,也都是练体得到。 陈恒大秀一甩,身体外的雾气猛地扩散,要将白小纯避开,可白小纯不顾伤势,再次冲上来,空明间,陈恒的面色越发苍白。 而他最可怕的,是恢复力,若他的修为到了宁气八层,那么我不是他的对手。 陈恒无法想象一个人受了这么多伤势,居然还能有这种爆发力,要知道那些伤势无论换了谁,此刻估计早已昏死过去。 可偏偏白小纯这里,虽已是快要游进灯窟,可却还能坚持。 作战速决,早些杀了此人,免得节外生枝。 陈恒目中寒芒一闪,可就在这时,突然的,白小纯双眼闪动,身体默然后退,双手掐绝时,此期画顶再次出现,轰鸣间,这巨大的顶直奔陈恒而去。 陈恒捏起双眼,身体外所有雾气默然凝聚,化作一只大手,向着大顶阻挡,在双方碰触的刹那,大顶竟没有任何力道,一碰就碎。 陈恒眼看如此,知道上当,可神色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目中灵力。 红魔大法,他淡淡开口,全身上下竟在这一瞬,出现了大量的血色,眨眼间,他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红皮人。 几乎在他成为红皮人的刹那,白小纯的左脚直接绕出一个半圆,向着陈恒一脚卷来,掀起破空的风声,力度之大,以示全力。 陈恒猛笑,在白小纯左腿来临的刹那,他又手猛地抬起,向着身边一甩,直接就与白小纯的左腿,碰到了一起。 空,巨响传出,如同问雷滚滚,其内更有卡卡之声回荡,白小纯痛的眼泪流下,身体默然后退,他睁大了眼看着陈恒,心底咯噔一声。 这家伙的力量,怎么一下子这么大了,红膜大发,这全身变成了红色,竟使得他这么厉害。 白小纯痛的心头发颤,他的左腿此刻已扭曲,皮肤虽没有破,可血肉已被碾碎,骨头断裂,此刻大口喘着粗气,这一路上他疲惫不堪。 伤势越来越重,很多次白小纯都觉得自己要不行了,可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无时无刻都在飞快地恢复。 那种惊人的恢复力,他也极为诧异,仿佛在重的伤势,都会慢慢痊愈,在他看来,或许这就是不死长生宫的作用。 陈恒那边,他的右手看似如常,可仔细去看,可以看到他的手在颤抖,身体外的皮肤更红了,至于内部,骨头弥漫了裂缝。 你有炼体之法,我若陈家族,一样也有。 陈恒身体向前冲出,速度之快,竟比之前快了不少,甚至超越了白小纯,仿佛此刻他换了一个人,力大无穷。 二人眨眼间在这丛林内,再次激战起来。 轰轰之声回荡,在这激战中,白小纯右腿有伤势,左腿又碎裂,身体不稳,节节后退,那种死亡的危机,越来越强烈。 而眼前这陈恒,更是白小纯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强敌人。 眼看危机,白小纯眼中血丝弥漫,右手突然抬起,手掌漆黑,最后锁之力展开,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直奔陈恒脖子而去。 陈恒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这一招他之前就看到过,早就低防,此刻全身红光一闪,在白小纯右手靠近的刹那,他一把抓住白小纯的右手,狠狠一捏,咔擦一声,白小纯的整个右臂骨头顿时碎裂。 这一幕让陈恒皱起眉头,他没想到会这么简单,可紧接着心头就震动,想起之前与白小纯交手时,对方已伤患杀的狠辣手段,此刻立刻后退,脖子更是向后狠狠一扭。 与此同时,白小纯的左手带着黑光,漠然临近,从陈恒的脖子前呼啸而过,没有停顿,而是一把扣在了陈恒的肩膀上。 最后锁之力爆发,咔擦一声,陈恒面色立刻苍白,汗珠留下,左侧肩膀的骨头,在这一刻全部碎裂,那种剧痛,让陈恒发出低吼。 他全身红光闪耀,传出一股大力,一把抓向白小纯的左手,白小纯想要收回,但此刻的陈恒,速度一样飞快,一把就抓住白小纯的手掌。 此,他眼珠雪丝弥漫,低吼时左手掐绝,正要抑止白小纯眉心。 白小纯目中很辣之一浮现,身体静猛的一抖,咔擦一声,任由左手手掌的手指断裂,轮起身子,使得右腿掀起破空之音,轰得一声卷在了陈恒的身上。 陈恒喷出鲜血,身体倒退开来,抓着白小纯的手,也不由得松开,使得白小纯快速后退。 这一退,二人之间空出十多丈的范围,白小纯双手已废,整个右臂碎裂,虽左臂还可以抬起,可手指都扭曲,无法施展最后锁。 尤其是他的双腿,此刻更是颤抖,左腿完全变形了,右腿鲜血弥漫,方才那一脚,使得他右腿的伤势更严重了。 此刻站不稳身子,只能靠在一棵大树上,狠狠咬了下舌头,强忍着不昏迷,气喘吁吁,他已到了极限,此刻全身上下,只有左臂可以动,其他的地方都麻木了,但却摆出一副依旧可以再站的样子。 而陈恒这里,此刻双眼赤红,他的左侧肩膀彻底碎灭,左手无法抬起,已然废掉,而胸口内更有几根骨头断裂,使得鲜血从嘴角不断溢出。 我小看你了,陈恒盯着白小唇,沙哑的开口,他没想到以自己的修为,击杀这重伤的白小唇,居然这么艰难,对方的练体,在他看来近乎不死秘法一样,如此伤势,竟还没死亡。 而他这里也都几乎施展了所有竖法,就连红魔大法都展开了。 不过,这场斗法,该结束了,陈恒深吸口气,全身上下的红色,眨眼尖如气化一样,从身体内升起,凝聚在半空,化作阵阵血雾。 而他的身体也快速恢复正常的肤色,整个人似虚弱了不少。 这场生死斗,就算是陈恒也都觉得艰难,眼前之人的求生欲望太强了,尤其是恢复力更是惊人。 那种以伤患杀,让人触目惊心。 红魔秘法,血刀,斩,陈恒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瞬间那鲜血就化作血雾,融入他四周的雾气内,雾气立刻翻滚,眨眼尖近化作了一把血色的长刀。 此刀虚幻,足有一帐多大,其内赫然有无数面孔幻化,一个个发出痛苦的嘶吼,随着陈恒一指,这血色的长刀直奔白小唇。 施展这秘法后,陈恒整个人再次虚弱,扶着一旁的大树,他面色苍白,头发都花了一些。 此罢,他望着白小唇,目中目出残忍,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危机,在这一刻从白小唇的体内轰然爆发,甚至他有种强烈的预感,无论自己如何闪躲,都无法避开,如同被冥冥中锁定。 甚至他前方的地面,此刻都裂开了一道缺口,他身后的大树,都刹那空尾,那把血色长刀,迎头。 直接斩下,白小唇身体颤抖,瞳孔收缩,他不想死,他害怕死亡,可眼下不死长生公的恢复,也都难以逆转乾坤。 此刻身体颤抖时,眼看那长刀来临,他忽然脑海如有灵光一闪,没有任何迟疑,抬起左臂,向前一挥。 这一挥之下,立刻一道乌光从他体内漠然飞出,眨眼扩大,阻挡在了他的身前,化作了一口。 大锅,正是龟纹锅,在这大锅出现的一瞬,那血色长刀直接就斩在了锅上,传出了真耳欲聋的惊天之声。 在这声音回荡时,那血色长刀颤抖,静。 寸寸碎裂,砰的一声,化作无数碎片崩溃开来。 而那龟纹锅,甚至连一道细微的裂纹都没有出现,只是被这股大力撞击,化作一道乌光,消失在了白小纯的体内。 不可能,陈恒身体一颤,鲜血大口喷出,他无法置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他施展此法本就虚弱,此刻功法被迫,体内反噬之下,凌厉顿时枯竭,眼前都有些昏暗了。 那是,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你龟爷,白小纯死里逃生,嘴角溢出鲜血,站不稳身体,顺着身后的大树滑倒下来,坐在那里,他笑了,笑声带着惨烈。 可惜,没有武器了,他已感受到体内的生机正飞快的暗淡,眼前的一切,实际上都已模糊了,他想要再召唤木剑,却没有了力气,想要召唤龟纹锅,却发现就连召唤的灵器,也都没有了,更不用说打开除雾袋了。 不管你有什么秘密,死亡后,一切都是我的。 陈恒气喘吁吁,一样在此刻游进灯窟,可终究是比白小纯好了一些,他盯着白小纯,沉默几息后,勉强执起身子,从储物袋内取出一把长剑,向着白小纯走去。 白小纯也望着他,沉默不语,目中目出茫然,他想到了村子,想到了大胖,想到了李清厚,想到了灵溪宗,还有好多身影,杜灵飞,侯云飞,侯小妹。 一步一步,陈恒走到了白小纯的面前,低头望着整个人死气弥漫的白小纯,他看出了白小纯全身上下已废了,就连储物袋都无法打开,体内灵气更是枯萎。 记住我的名字,杀你者,若陈家族,陈恒,陈恒缓缓抬起手中的剑,这在平日里他甩袖就可飞出的剑,此刻拿在手中都觉得沉重。 杀死一个天骄,这种感觉非常好,陈恒忍着要昏迷的疲惫感,目中目出凶残,右手拿着长剑,向着白小纯的胸口,狠狠刺去。 可就在他刺去的瞬间,白小纯唯一能动的左臂,猛然间向着一旁的地面狠狠一戳,咔擦一声,手臂的骨头顿时碎裂,一节锋利的骨尖穿透了皮肤,滥延出来足有三寸多长。 他的身体,在这一刻骤然撑起,左臂挥舞,速度之快,爆发出生命中最后一丝力气,在长剑刺入自己胸口的瞬间,他的手臂也落在了陈恒的脖子上,骨尖,直接刺入陈恒一侧咽喉,做完这一切,白小纯身体倒下,气弱油丝,整个人彻底的昏迷过去。 陈恒身体一震,这一切太快,快到他没有任何准备,快到他此刻疲惫的身躯,根本就无法避开,口中,脖子上,鲜血大量的喷洒出来,染红了四周的地面时,陈恒想要去捂住,可却止不住鲜血的喷洒。 他蒸蒸地看着白小纯左臂上染血的骨尖,他觉得荒唐,觉得不可思议,目中露出不甘心,他的未来,他的追求,他的一切,在这一刻,化作了一声惨笑。 临死一击吗,陈恒亮枪地退后几步,缓缓倒下时,气绝身亡,直至死亡,他的双眼内都睁着。 第六十二章牛刀杀鸡,污名山脉,丛林深处,雷雨不知从什么时候,渐渐若了,直至黄昏时分,雨水停下,远处尽管只有暗淡的夕阳,可一夕还能看到一些残缺的彩虹。 似乎随着夕阳落下,这彩虹也渐渐地支离破碎。 丛林内很寂静,就连血腥味也都消散,只有那一路上的尸体,见证着在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绝杀。 陈恒倒在地上,直至死亡他都的墓中似乎都有一股意志存在,有不甘心,有不可思议。 在他的尸体旁,白小唇一动不动,如果他的生命是一团火,那么此刻这团火已经熄灭了九成多,只剩下一个火苗,在那里求生的挣扎。 取久,由脚步上从远处传来,踩着钦在泥水中的落叶,一步步临近,直至站在了陈恒的面前,脚步声消失。 那是一个老者,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一头白发飘摇,脸上的皱纹很多,一股浓浓的岁月沧桑之意,在他的身上遮盖不住。 仿佛他在这片天地内,存活了太久太久,甚至这沧桑已化作了死气,笼罩四方。 执念灵魂,身死却魂不散,可堪一用。 沙哑的声音,带着虚无缥缈之意,回荡在四周时,陈恒尸体的眉心突然裂开一道缝隙,一丝丝青涩的气飘散出来,直至凝聚在半空时,化作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模糊魂影。 正是陈恒,只不过他的目中露出茫然,仿佛失去了一切神智,瑟瑟发抖。 老者右手抬起一指,立刻陈恒的魂飞出,融入他的手指内消失不见。 这神秘的老者收走了陈恒的魂后,转头默默地望向白小唇,神色有些复杂,渐渐目中露出追忆。 没想到,又看到了,不死长生公,老者闭上了眼,伴赏之后轻叹一声,这叹息似乎改变了四周的虚无,使得这一片区域,仿佛时间的流逝与往常不一样了,如与世界隔绝。 无数草木摇晃,眨眼尖如纪念般,化作了尘埃。 陈恒的尸体,肉眼可见的枯萎,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他整个人都成为了海骨,直至化作了灰尘,融入泥水里。 唯独白小唇,他不但没有腐朽,反而有大量的生机无形来临,融入他的身体内,飞速地修复他重伤的身躯。 老者闭着眼,站在那里,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他的身上若仔细去看,似乎,没有气息,没有生机,整个人仿佛并不存在于这片世界里,如一吕不愿往生的残魂。 与此同时,在陈恒死亡的瞬间,落星山脉内,落陈家族中,那位落陈老祖,他忙得睁开眼,心中生起阵阵不安,他目光扫过四周族人,尽管看到了派出去的十一个族人,死亡了不少,可陈恒的魂牌依旧还在,心底这才安稳了一些。 只不过三个外门弟子而已,怎么会这么久? 而且竟死了不少族人,不过以恒二的修为,因不会有爱,或许现在恒二已将那三位小被击杀,正在回来的路上。 落陈老祖陈寅时,那种不安的感觉还是存在,他双眼一闪,又派出几个名气七层的族人,外出探查。 做完这些,他目中露出强光,深吸口气。不论如何,还有一天的时间,逆雪大法,就可以成功了。 落陈老祖一咬牙,将一切不安的思绪压下,他明白自己没有退路,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要再熬过一天。 一切足矣,同样是在这个时候,在距离落陈老祖的阵法范围,不到十里的一片山谷内,侯云飞面色惨白,无法继续前行,整个人喷出鲜血,惨笑中道下。 白师弟,对不起,雷能救你,他昏迷前,死死地握着拳头,心中充满了悲伤与无助。 另一个方向,杜灵飞劈头散发,整个人憔悴到了极致,他全身的经脉已断了七七八八,样子看起来也都与往日的明媚截然不同。 他的双眼无神,如同行尸走肉,全凭着一股惊人的意志支撑,此刻亮枪的吉尺,他的手中拿着一枚玉剪,他此刻脑海里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 冲出去,传信宗门,就,白小唇,一步一步,摔倒了就再爬起来,哪怕全身衣衫破损了不少,哪怕鲜血已都快干枯,哪怕他的眼前早就模糊,可他依旧坚持得向前飞奔,时间缓缓流逝,杜灵飞早就忘记了身体的伤势,忘记了自己的生命。 他不知走了多久,直至在迈出一步时,全身猛的一颤,仿佛从水灭了出来的感觉,让他无神的双眸内,在这一刹那出现了强烈的神采。 出来了吗?杜灵飞双唇甘烈,此刻颤抖终一把捏住手中的欲剪,这在半个月来始终没有动静的欲剪,在这一刻猛地震动了一下,似乎一条无形的通道,穿越一切空间,将他与宗门连接到了一起, 洛臣家族叛变,逢师兄战死,侯师兄生死不明,白师弟,为救我们引走敌人,正被追杀,弟子杜灵飞,求宗门,住宿救援,杜灵飞传出音讯后,整个人一下子瘫软下来,坐在那里,回头望着身后的天地,眼泪流下。 他忘记不了白小纯归来时的铁血身影,忘记不了白小纯冲出音走落陈家族时的悲壮,也忘记不了这一路上的种种事情。 白师弟,侯师兄,活下去,杜灵飞哭了,泪水不断地滑落时,整个人也支撑不住,昏迷过去。 几乎在杜灵飞传信宗门的瞬间,灵溪宗内,南岸湘云山的任务阁,此地热闹非凡,不少外门弟子来来往往,在这阁楼深处,一个穿着道袍的中年男子正整理宗门的任务,他的面前放招数千枚玉剑,但凡是接下任务的弟子,这里的玉剑都会随时记录。 突然的,其中一枚玉剑光芒一闪,中年男子神色如常地招手,玉剑飞来,他神石扫过后猛地睁大了眼,身体默然站起。 洛晨家族叛变,他呼吸急促,此事太大,不管是真是假,他都需要立刻上报,这种事情若有人敢压下,那么将是灭绝的大罪,中年男子不敢耽搁,立刻从身上取出一枚紫色的玉剑,赶紧传信。 这份情报直接就传送到了执法堂,前大金尽管是执法堂的人,可他的地位低微,此事也远非他可以碰触,整个执法堂在接到这份情报后,立刻开动,搜寻信息,这捍卫林熙宗的执法堂,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惊人的效率。 只是用了一炷香的时间,就立刻确定了这份情报属实。 很快的,整个南岸传出了阵阵占谷之声,回荡八方时,所有的南岸弟子都愣了一下,那些外门弟子不知晓这占谷是什么,可南岸三座山的那门弟子,无论是谁,在听到这占谷的刹那,都神色大变,猛的抬头。 发生了什么事,占补起,不见血,不灭族,林熙不归。 天啊,就在这所有人都惊骇时,突然的,一个苍老却森然的声音,在整个林熙宗南岸,默然传开。 老夫执法唐欧阳节,南岸三山,所有内门弟子,全部取消一切任务,一切活动,一切闭关,现二十夕之内集结山门前。 不得有误,随着话语传出,清风山,湘云山,紫鼎山,所有内门弟子,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全部身体一颤,一个个没有任何犹豫,全部急速冲出。 即便是有再大的事情,此刻也不敢耽搁丝毫,因为欧阳节这个名字,代表的是执法唐的长老,同时也代表着冷酷无情,他有一个道号,叫做柴道人。 一旦他出现,那么就表示出了什么让宗门勃然大怒的事情,需要,杀人,需要,涅足,轰轰轰,无数身影呼啸而去,直奔山门,放眼看去,整个南岸三山,内门弟子足有一两千人。 这些人平日里看不到几个,可如今全部出现后,让所有外门弟子,全部震撼。 更有一群穿着黑色长衫的执法唐弟子,约莫数百人的样子,第一时间冲出,当首之人是个老者,这老者一头红发飘摇,整个人杀气弥漫,他正是欧阳节。 此刻在这山门四周,足有两千多人,一个个都神色肃杀。 洛臣家族叛变,奉掌门之命,将此足。 鸡犬不留,全部灭杀,请种道传颂。 欧阳节大修一甩,立刻灵溪宗正中间的种道山上,猛的一阵,爆发出一道光柱。 这光柱在半空中,立刻化作了一个巨大的传颂阵,漠然降临,笼罩山门内外两千多弟子,轰鸣一起,传颂即将开始。 南岸所有外门弟子,此刻全部都到吸口气,看着这一幕幕,他们心中很快升起强烈的自豪以及对宗门的认同感。 洛臣家族,与灵溪宗比较,只是一个小家族而已,只有一位助击修士,可如今,灵溪宗居然为了几个外门弟子,出动了两千多人,更有铁血的欧阳节出现,这显然,是为了威慑,威慑所有灵溪宗范围内的修真家族,这不是杀鸡焉用牛刀,这是杀鸡定要用牛刀。 而这样一个为了哪怕是外门弟子,也可以不惜代价出动如此之力的宗门,对于所有弟子而言,那种认同,强烈到了极致。 灵溪宗万年不倒,从一个微小的宗门一步步走到如今,自然有其惊人之处。 就在这时,突然的,香云山,山顶的大殿内,李清后面色铁青,身影轰鸣而出,一股滔天的煞气,在他的身上于这一刻惊天的爆发出来,形成了狂风,轰鸣四方,直奔阵法而来。 第六十三章碾鸦落成,李清后刹那临近,站在阵法内,他的神色阴沉无比,整个人如一把出窍的刀,煞气弥漫。 欧阳杰看了李清后一眼,双目微微一缩,整个南岸,塞山的长座内,他最在意的就是这李清后,同时对方也是整个灵溪宗所在意之人。 除了要师的身份外,李清后的天资之高,也是极为少见,如今修道才百年,就已是铸鸡后期,甚至被誉为宗门内,最有可能突破铸鸡踏入金丹的希望之一。 一旦两甲子年纪内成为金丹,就可以踏入凌驾于各风长座之上,甚至凌驾于太上长老的传承序列,从此超然。 林熙宗与其他宗门不一样,有两套体系,一套管理守宗,一套则是时刻为提高宗门地位而不断积累努力。 宁气三层以下是杂役,宁气八层以下是外门,到了宁气八层可以去申请内门试炼,成功后晋升内门弟子。 若能铸鸡,则可成为铸鸡长老,甚至有希望成为各风长座,若两甲子后能突破成为金丹强者,就是宗门的太上长老, 守护宗门,管理宗门,而这些,都是第一套体系。 还有第二套体系,就是传承序列,进入传承序列的方法,只有一个,两甲子内突破成为金丹,就可列其中,从此超然,成为宗门为突破自身在修真界的地位,获得更庞大的资源而积累的。 真正底蕴,只是两甲子成为金丹,太难太难,听说那四个外门弟子里,有一人与李清后有些关联,欧阳节感慨,若有所思时,四周阵法轰鸣而起,无数光芒刺目闪耀,眨眼间, 据想滔天,连同他以及李清后在内,此地两千多人,顷刻身影模糊,眨眼间消失。 白小纯三人当时需要数月才可以走到的地方,此刻在灵溪中的阵法传送下,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就瞬间降临。 轰轰之声如天雷翻滚,在昏迷的杜铃飞的上方,整个天空一下子阴暗,无数云层如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直接撕开。 却想滔天时,一个巨大的阵法之影,瞬间出现,猛地向着大地怦然落下,直接烙印在了地面上,使得方圆百里的范围,地面颤抖,如起了火焰,一条条沟壳出现,一瞬就烙印出了一个巨大的阵法印记。 在这百里内,一切草木,一切山石,包括一座山峰,都在这一瞬灰飞烟灭,消散无影,这阵法之力太霸道,将临时毁灭所有。 杜铃飞所在的四周,在这阵法降临的瞬间就被保护,使得他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此刻随着阵法落下,大地颤抖中,一道道身影从模糊中快速的清晰。 很快的,两千多南岸内门弟子,全部出现,他们身上还残留着传颂之力,还可传颂一次,欧阳杰与李清后,快步走出,直奔昏迷的杜铃飞,早有几个内门女弟子上前,给杜铃飞喂下丹药,盖上衣服,以自身灵气滋养,使得杜铃飞慢慢睁开了眼。 神色内先是恍惚,在看到了宗门众人后,他哭了,那种激动之意,直接充斥全身。 尤其是他身为香云山的外门弟子,在看到香云山的长座李清后后,眼泪更多,在身边同门的搀扶下交集开口。 长座,旧白师弟,杜铃飞面色苍白,声音带着哀求。 白小纯怎么了,李清后一步走来,刹那出现在了杜铃飞的面前,目中压着愤怒与焦急,急声开口。 白师弟,他为了救我和侯云飞侯师兄,独自飞出,将洛臣家族追杀者引走,杜铃飞哭泣,将这一路上白小纯的事情,全部说出。 此周两千多弟子,他们几乎全部人,都不认识白小纯,可渐渐地,听着杜铃飞的话语,他们全部神色动容,这过程的惨烈,让他们每个人都到吸口气。 逢年为了保护同门而战死,侯云飞与杜铃飞拼了一切生死逃亡,而洛臣家族,竟派出了两拨人,数个宁七八层,还有宁七九层。 这样的追杀,换了其他内门弟子,独自一人怕也是九死一生。 尤其是杜铃飞话语中的白小纯,这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甚至已是天交般的人物。 他本可以独自逃走,可却归来救下同门,越接击杀强敌数人,一路奔波,带着两个重伤的同门,生生逃了大半个月天,走了近万里路。 最后,更是舍生取义,引走强敌,给同门留下活下去的希望,这才有了杜铃飞的传信,否则的话,怕是此刻宗门还不知小洛陈家族的叛变之事。 慢慢的,白小纯的身影,在此地所有内门弟子心中,已清晰无比,那是一个充满了情义,高大无比,如同一个英雄的铁血汉子。 就连执法堂的人,也都纷纷心神震动,钱大金也在其中,他呆了一下,他实在无法将白小纯的形象,与杜铃飞所说的那个人重叠在一起,他当初一时冲动暗中使坏,后来也有忐忑宗门调查。 心底本也并非完全确定白小纯就是小乌龟,但他为人心胸狭窄,因极生恨,想得是宁杀错不放过,此刻心中也松了口气,逢言一死,这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有着柴道人之称,铁血无情的欧阳杰,也都在这一刻深吸口气,目中目出敬重,以他的修为,自然一眼看出杜铃飞没有说谎,甚至他所说的,怕是不足真实情况的一半。 这样的一位弟子,我灵溪宗绝不允许他陨落在此。 欧阳杰大修一甩,立刻安排了数百内门弟子,全力搜寻,寻找侯云飞与白小纯。 李清后沉默,缓缓抬起头,他的目中露出一抹血丝,他心中泛起苦涩,白小纯的做法,让他觉得自己没有看错那个孩子,可他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白小纯生存的可能。 微乎其微,你是我戴上衫的,李清后全身煞气轰然爆发,身体向前一步走出,全身光芒一闪,借助灵溪宗残存在众人身上的传颂之力,他身影刹那模糊,直奔落陈家族而去。 欧阳杰轻叹,也听了杜灵飞的话后,心底也明白,白小纯凶多极少,此刻身体一晃,带着余下的两千人,全部传颂。 据想滔天,回荡八方,李清后与欧阳杰,带着两千内门弟子,出现时,刻然在了洛兴山脉,在了洛臣家族宅子的半空中。 这一次,半空中的云层刹那碎裂,化作一股冲击向着四周横扫,天地之力漠然爆发,宅子内转出无数惊呼的同时,镇法之影骤然降临,直奔落陈家族而去。 轰轰轰,镇法落下,烙印大地,落陈家族四周所有的青石地面,在这一刹那全部崩溃,成为了飞灰,还有那宅子,也在这一瞬摇晃,直接坍塌。 一声声怒吼从宅子内转出,一道道身影急速飞出,带着愤怒,带着绝望,发出凄厉之音。 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有宅子内的那几棵果树,立刻化作傀儡,向着四周扑杀,李清后第一个走出,大袖一甩,顿时那两个石狮子轰得一声崩溃,果树颤抖,上面的所有果实全部落下,向着四周逃命时,立刻被人全部灭杀。 空明不断,此地被灵溪宗弟子彻底围绕,灭绝而来。 李清后身体直接飞入洛成家族的宅子废墟中,右手掐绝一指,一团青色的火出现,向着四周一挥,他的头发飞扬时,一股惊天动地之力,轰然爆发。 此中火海瞬间扩散,冲击废墟,使得这落陈家族的宅子,顿时被卷起,而那几个冲来的族人,也都一个个发出激烈的惨叫,身体燃烧,眨眼灭绝。 李清后右脚抬起向着地面狠狠一踏,他脚下大地直接碎裂,一道巨大的裂缝,如被生生地撕开,露出了下面的地宫。 在这地宫出现的瞬间,一片血湖漠然卷出,其内落陈家族的老祖,急速飞出。 他在看到李清后后,神色绝望,灵溪宗来得突然,他的阵法眼看就要完成,若是来的是别人,他凭着曾经的准备,或许还可周旋一下,可来得居然是李清后与欧阳姐。 他身体急速后退,口中发出悲哀的凄厉之音。 逃,能逃出几个,就逃出几个。 地宫内,所有洛臣家族的族人,一个鸽颤抖,向着四周快速击驰,可这八方都被围绕,在面无表情的欧阳姐的挥手间,所有的内门弟子,立刻冲杀过去。 李清后双眼一鸣,看着洛臣老祖身体外的那些血湖之水,神色动容,不但是他这里如此,欧阳姐也是在看到血湖后,露出露意。 自禄凡俗,此族不灭,天理难容,李清后大秀一甩,四周火海漠然爆发。 与此同时,四周七里之音不断传出,灵溪宗内门弟子围剿而来,这不是杀戮,这是碾压。 两千人,击杀数百人,眼看族人一个个死亡,无论是自己的儿孙还是其他血脉族人,都在灵溪宗的灭绝下,全部惨死。 洛臣老祖扬天气候,后退更快。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空鸣传出,一片火海从八方卷来。 速度之快,气势之强,铺天盖地,直接将洛臣老祖笼罩,李清后面色阴冷,右手抬起,狠狠一捏。 空,洛臣老祖发出凄厉的惨叫,全身被火焰凝聚,瞬间血肉模糊,眨眼的功夫,整个人成为了飞灰,竟被李清后。 一击灭纱,这一幕,让四周所有内门弟子,全部倒吸口气,就连欧阳姐,也都猛地睁大了眼,看向李清后时,心中震撼。 李清后站在半空,许久一挥手,他四周火海再次爆发,笼罩洛臣家族,将这里的一切全部焚烧后,他遥望远方,神色内有些没落,轻叹一声。 白小纯,我李清后,对不住你们白家,他苦涩中向着远方走去,他不放心别人去找白小纯,但凡有一丝希望,他都要自己去搜寻一番。 随着李清后远去,身后火海滔天,四周那些内门弟子,一个各在火光中渐渐露出振奋,宗门越是强大,则他们的未来,就越是辉煌。 第六十四章精神与葬礼,分散开,全力寻找白小纯,找到者,老夫亲自给予贡献点奖赏,途中若看到洛臣家族在外的族人,全部灭杀。 欧阳杰收回看向李清后背影的目光,缓缓开口时,四周所有弟子,顿时扩散开来。 方圆万里,两千多人全面寻找,一连寻找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方圆万里几乎被全部搜寻一遍,可惜始终没有人找到白小纯,但这一路上,被白小纯击杀的那些洛臣家族族人的尸体,随着一句句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内门弟子,心中震撼。 那些洛臣家族的族人,大都是一击毙命,这让所有人很难去想象,一个宁气六层的外门弟子,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前大金也连连吸气,他忽然觉得白小纯还是死了好,不然的话,如此生猛,怕是自己也非其对手,且他看到了李清后的愤怒,他心中忐忑已到了极致,暗自叫苦。 该死的,你有如此背景,你早说啊,你要说了,我才不招惹你。 尤其是在那无名的山脉丛林内,他们看到了三位名气八层落成族人的尸体,看着那里的惨烈,脑海里都出现了画面,每个人都心神强烈的震动。 搜寻了一个月,渐渐大家都明白,白小纯,应该是死了,死亡的地点,就是这片无名的山脉丛林,此地凶兽不少,有太多的方法可以让一个人在死亡后,别人发现不了尸体。 尤其是他们从两个之前被陈恒派出的洛臣家族族人口中,知道追杀白小纯的,极有可能是修为名气九层的洛臣少主后,他们已意识到,白小纯,真的死了,一个月后,众人结束了搜寻,回归宗门,侯云飞被找到了,他伤势虽重,可在宗门的权力治愈下,并无大碍。 他与杜灵飞,此番为宗门立下不小的功劳,可他们的心中却没有丝毫的振奋,有的只是悲哀,只是回忆。 他们两个都不想回去,可伤势太重,被带回宗门,理清后留了下来,他独自一人,在这片无名的山脉丛林内,又搜寻了整整两个月,除了一些就算是他也都无法踏入的区域外,几乎将这片山脉走遍,可诡异的,竟还是没有找到分明就在这丛林里, 的白小纯,仿佛,白小纯与这片丛林,看似在一起,可却是两个世界,甚至为了寻找,他还在这片山脉丛林内,与不少强悍的凶兽交战,自身也有了伤势,直至两个月后,他苦涩地看着一棵大树,那树上有干枯的鲜血,有一片衣服脚。 若我没有带你上山,李清后闭上眼,脑海里浮现白小纯在猫儿山上,在雷霆中怕死的模样,回想起自己拎着对方,走在腕蛇谷那时惨叫的样子,回想起宗门小笔,还有那时做石碑第一的一幕幕。 沉默中,他长叹一声,整个人似乎都老了一些,将那片衣服收起,这一路,他已搜到了七八片这样染着血的衣服碎片。 最后,李清后默默地走出丛林,化作一道长红,飞向远方。 这场洛成家族的叛乱,致死结束,林熙宗以雷霆手段,直接灭绝叛乱者,此事轰动四方,使得通天河东脉下游,占据四大洲的东脉修真界,无数修真家族与宗门,全部知晓,对于独占东陵州,东脉下游修真界四大宗门之一的林熙宗,更为忌惮。 而关于洛成家族叛变的缘由,也在林熙宗的追查下,找出了很多的线索,悬脉印记只是一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幕后之音,这些线索组合在一起后,涉及太大,林熙宗都震惊了。 一旦此事林熙宗没有来得及阻止,那么将千亿发动全身,若落陈家族成功,那么林熙宗范围内所有的修真家族,都将闻风而动,一一叛乱,若此时有大敌入侵,那么将引起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甚至会动摇宗门。 而杜林飞三人的功劳,在这一刻,至关重要,尤其是白小纯这里,若没有她的舍生取义,那么这个消息,也很难及时传回。 尤其在这次事件里,白小纯没有扔下同门独逃,为救同门引走敌人,此事让所有人动容,修真戒自私的人很多,如白小纯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这样的弟子陨落,让包括掌门在内的所有宗门长老,都心中痛惜。 此次事情背后牵扯太大,随着更多的线索被查出,灵溪宗沉默了,处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继续追查,但整个宗门内的筑机修饰,却一个歌评日里警惕了很多。 仿佛,湛羽玉来,南北两岸的七个长座,连同掌门以及诸多长老,在进行了数日的沟通与研究后,他们达成了一致。 杜灵妃,侯云妃,还有允落的冯妍,立下功劳,尤其是白小纯。 他这一次立下了大功,湛羽玉来前,更需要,一股精神存在,那是我们灵溪宗万年来不变的精神,白小纯用生命立下如此大功,我等当后则,为其举行葬礼。 但凡为宗门做出贡献者,宗门永久不忘。 这是灵溪宗掌门正远东,最终说出的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关于洛臣家族叛变之事的幕后缘由,灵溪宗虽没有追查下去,可宗门内却借助这一次的机会,用了很大的宣传力度,大力弘扬白小纯的那种为了同门舍身,为了宗门取义的壮举。 他的事迹,被宗门传开,使得南北两岸所有山峰的弟子,都知道了白小纯,都知道白小纯为了救同门,所做出的一切事情。 同时,宗门对于这种有情有义的弟子,绝不会让其寒心,明明一个礼清后就可以灭绝的家族,宗门却倾南岸两千多内门弟子出动,声势浩大,以牛刀杀鸡。 此事让宗门内的所有弟子,在记住了白小纯这个名字的同时,也都无比感动,哪怕这里面有宗门刻意而为的做法,但,这种刻意,每一个弟子都渴望存在,这是灵溪宗的传统,万年不变的传统。 动我弟子者,不惜代价,虽远必诛。 任何一个灵溪宗弟子,在外出时,他绝不是一个人,只要灵溪宗在,那么他的身后,宗门,就是永久的后盾。 而这,将化作更强烈的认同感,使得所有弟子,愿意为宗门去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宗门,捍卫自己的家园。 这,就是灵溪宗,一个万年前,只有不到数十人的微小宗门,而对于白小纯的生死,甚至掌门都出面,请宗门的一位擅长推演天机的太上长老,亲自施法,展开天机之术,可惜无法找到白小纯存活在世间的痕迹,只能察觉一股死期弥漫,这才确定了白小纯。 已经为宗门战死,数日后,清晨,天空阴雨绵绵,一声声带着悲哀的钟鸣,回荡在整个灵溪宗,无数弟子穿着黑色的长袍,默默走出各自的居所,神色哀伤,渐渐汇聚到香云山的半山腰。 在那里,有一座墓碑,墓碑上有白小纯的画像,画像中他笑得很开心。 张大胖蒸蒸地站在人群里,看着汇聚而来的众人,又看着那座墓碑上,写着的白小纯的名字,雨水落在他的身上,打湿了他的衣衫,他哭了,他想起了与白小纯的一幕幕,想起了一起偷吃灵珠,一起大声欢笑,一起去卖外门名额,一起去偷鸡。 酒胖,张大胖神色哀似,心里空落落的,那种伤心的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是阴暗的。 火灶房的其他胖子师兄,还有黑三胖也在人群内,一个个难过悲戚,眼泪不止。 还有徐宝才,陈子昂,赵一多,还有徐长老,周长老,所有从白小纯上山后,认识他的人,都在人群里,神色哀伤。 周兴奇也来了,他默默地望着墓碑,他听到白小纯的事情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白小纯寻找林伟姬的热心。 侯云飞被侯小妹搀扶着,站在人群里,他的拳头死死地握住,他的身体颤抖,神色悲痛。 白师弟,侯云飞惨笑,他回到宗门后,已久度日,忘记不了白小纯迎走强敌时的身影。 此周来人越来越多,很快这香云山的半山腰,已密密麻麻无数弟子,每个人都沉默,望着墓碑。 杜灵飞在前方,面色苍白,雨水落在他的脸上,分不清是与还是泪,他的神色甚至都有些恍惚,本就美丽的容颜,此刻多出了凄美。 你明明可以活下去的,我活着,你走了,杜灵飞悲痛七创,这段日子,他整个人憔悴了,他每次梦中都会出现白小纯的身影,那铁血的归来,那转身的离去,这一幕幕,让杜灵飞的心如刀割,眼泪更多。 悲哀的忠鸣,始终传出,久久不散,在这忠鸣的回荡里,有众多长红从远处缓缓走来,七座山峰的长座,灵溪宗所有的长老,还有掌纹,穿着黑色长袍,都出现在了墓碑下,一个歌望着墓碑,神色哀悼。 李清后心底苦涩,深深自责,白小纯,灵溪宗湘云山外门弟子,要到郊阳,到图天郊,于洛臣家族一战中,击杀众多洛臣叛逆,为同门舍身,为宗门取义,他用生命为宗门创下带势贡献,我灵溪宗所有弟子,当永生永世,铭记此事。 掌门缓缓开口,声音在这一刻传遍四方。 他的声音带着悲哀,在传出时,杜灵飞的哭声控制不住,泪水更多,侯云飞,张大胖,无数人在这一刻,都流下了眼泪。 今日,特追风白小纯,为我灵溪宗要龙弟子。 掌门声音再次回荡时,四周无数弟子全部心神一阵,要龙弟子这四个字,撼动众人。 龙药弟子,是整个灵溪宗至高无上的荣誉,是一个单独列出的特殊的称号,地位至高,超出内门,与传承序列评级,王者里,龙药最高,生者中,传承最强。 在这之前,万年来龙溪宗一共出现了九个获得荣耀弟子称号之人,每一个都是为宗门立下大功战死后,被追风的,如今,出现了第十个。 没有人觉得此事不恰当,这一切,是白小纯以生命换来的。 白小纯进入宗门后,直至牺牲,都还没有师尊,这用生命为宗门立下大功的孩子,我等绝不允许他在英明孤独,今日老夫带过去的师尊,凌罗真人,收白小纯为弟子,让其在英明,能继续追求大道。 掌门沉痛的开口时,李清后轻轻点了点头,望着墓碑,他的眼中露出悲伤。 所有人,默哀,掌门闭上了眼,向着墓碑缓缓低下头,四周所有弟子,在这一刻全部低头。 树西后,当默哀结束时,杜灵飞以悲痛气不成声。 就在所有人默哀的同时,那片无名山外的丛林中,白小纯,睫毛一颤,缓缓睁开了眼,打了个喷嚏。 第六十五章,守灵人,在这个喷嚏打出的瞬间,白小纯也苏醒过来,他的意识还沉浸在昏迷前的重伤状态中。 此刻刚一苏醒,就下意识地抱着自己的左臂发出惨叫。 可这惨叫刚刚传出就戛然而止,他诧异地低头看着左臂,又看了看身体,摸摸这里,又碰碰那里,甚至还掀起衣服去看自己白白嫩嫩的小肚子。 咦,怎么没伤口了,白小纯眼中露出惊恐,他想到了村子李老人说的,人如果死了,魂会进入阴明地府,如今自己身上没有伤口,分明自己现在只剩下了魂。 他哆嗦地抬头看向四周,发现此地一片寂灭,地面草木枯萎,成横的尸体也不见了。 在看远处时,这四周都是雾气,只能看到不多的区域,远的地方模糊不清。 阵阵死亡的气息,在这四周弥漫,让人感觉全身冰寒。 完了完了,我稳妥了小半辈子,这次把自己小命弄丢了,白小纯更为确定了,整个人有些失魂落魄,哭丧着脸,哀嚎一声。 我还没给杜琳飞以身相许报答的机会。 侯师兄还对我许下众诺,还没有人知道我就是龟爷,林伟姬我还吃够,我。 我还没长生,白小纯越想越是悲伤,眼泪都在了眼圈里。 可就在她悲痛的哀嚎时,突然,她的身后传来一声咳嗽,这咳嗽来得太通雾,吓了白小纯一跳,白小纯身体猛地向前爬去,一个翻滚转身,手中出现了一把木剑。 谁,白小纯尖声开口,看到了在自己之前的位置,有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老者,如一个僵尸搬站在那里, 此刻正森森地望着自己。 一身死气在她的身上格外的明显,尤其是这老者面色苍白,都是皱纹,如同是从坟墓内爬出,配合着四周的诡异,看起来很是圣人。 白小纯看清之后,只觉得全身汗毛孔一下子竖起,脑海里浮现出无数的关于鬼怪所命的传说, 但很快她想到自己已经死了,于是瞬间就镇定下来,抬起下巴哼了一声,竟从地上站起。 行了,你是鬼,我也是鬼,反正我都死了,大家都是鬼,谁怕谁啊。 白小纯走到老者面前,绕着黑袍老者转了一圈,嘶嘶有声。 你是这片无名山脉的鬼魂吧,别紧张,我只是路过时偶然死在这里,一会就走了,唉,不知道变成鬼后,能不能继续修行长生,成为一个长生鬼。 白小纯说到这里,心里又浮出悲伤,叹了口气。 黑袍老者皱起眉头,看着白小纯,沙哑的开口。 你这么想死吗?白小纯一愣,他猛然间似想到了什么,连忙狠狠地咬了下舌尖。 剧痛传来时,白小纯觉得无法置信,又再次咬了一下,这一次痛得眼泪都流下,他神色狂喜,手务足蹈,扬天大吼。 我没死,哈哈,我白小纯羞为盖世,天地无敌,怎么会死? 白小纯激动地一把拉住面前老者的手臂,可他的手瞬间就穿透了对方的身体。 一把抓空,甚至在碰触老者时,他还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阴冷。 哦,白小纯身子一僵,抬头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老者,双眼瞳孔放大,发出淒厉的惨叫,身体猛地后退。 鬼啊,刚才他认为自己死了,所以无所谓,可这一次他真的恐惧了,脑海里厉鬼索命的故事,更多地翻滚出来。 直至退到了雾气的边缘,那里有一层看不到的隔膜,使得白小纯无法冲出,他靠着隔膜,颤抖地拿着小木剑,眼睛睁得老大,脑中面头飞速转动,最后可怜兮兮地望着黑袍老者。 老爷爷您要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白小纯一定帮你完成。 黑袍老者面色有些古怪,仔细地看了看白小纯,觉得眼前此此与他之前看到过的铁靴一幕,仿佛不是一个人,渐渐目中露出尘瘾。 或许,也唯有这种性格的人,才最适合去修行不死长生宫,老者轻声喃喃,心底释然,摇头一笑,转身向这远处飘去。 不死长生宫,分为不死卷与长生卷,其中不死五卷,长生五卷。 你修行的,是流传最广的不死第一卷,不死皮。 如金铁皮大成,铜皮小成,黑袍老者逐渐走远,可他的声音却飘轰而来,回荡在白小纯的耳边。 不死卷,突破生命五大桎固,长生卷,破解永恒五大封印。 好好修炼吧,若能到不死金铁的程度,你就可以触摸到生命的第一层桎固所在,能否突破桎固,就看你的造化了。 将见有缘,送你一枚丹药,可让你不死皮略作突破,铜皮大成,送你一枚玉剪,其内记录不死。 第二卷,不死金刚,不死长生公八,死公,超凡,老者已走远,看不清身影,但随着声音的飘摇,有两道掌红瞬间飞来,飘浮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白小纯心神一阵,呆呆地看着老者离去的背影,这个时候他完全明白,自己之所以没死,之所以伤势恢复,一切都是对方所救。 而原因,就是自己修行的不死长生公,白小纯虽怕死,可对于恩情看得极重,他知道自己曾经的伤势,几乎是九死一生,此刻身体震动,他深吸口气,向着老者离去的地方重重地跪拜下来。 多谢前辈救命传公之恩,还请前辈道之明慧,白小纯大声喊道。 老夫,守灵人,老者已融入天地间,他的声音微弱,带着沧桑,带着追忆,仿佛从无数岁月前转来,似有若无。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四周的雾气隔膜,发出卡卡之声,瞬间支离破碎,消散开来,使得这被封闭的空间,与外面的世界重新连在了一起。 有风吹来,掀起白小纯的长发,白小纯抬头望着远方,沉默很久。 不死长生公,生命五大桎固,永恒五大封印,他轻生难难,这些是他前所谓闻之事。 半晌,白小纯深吸口气,看着漂浮在面前的丹药与玉剑,将玉剑拿在手中神十一扫,里面记录的正是不死第二卷的内容。 将玉剑收起后,白小纯目光落在丹药上,他虽成为了药徒,可却辨认不出这枚丹药的品阶,拿在手中仔细地看了看,他性格谨慎,目中露出思索,明白若那黑袍前辈想要害自己,有太多的办法,所以这枚丹药,对他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陈寅中他四下看了看,将这丹药收起,身体一晃向外走去,一路看着四周的丛林,神色很是感慨,回想之前与洛臣家族的激战,那种凶险,让他此刻都心有余悸,不知道杜师杰与侯师兄怎么样了,有没有逃出去,白小纯陈寅时,没有取出玉剑尝试联系, 他担心一旦洛臣家族没有被灭,那么遇见的波动,或许会引起一些麻烦,此刻一摸出雾带,取出了逢年的风行舟,略意施展,立刻发现此舟竟可以使用了。 他眼中露出喜色,心底有了猜测,倒也不着急离去,在这片山脉内,找到了一处山洞,在里面休息一番,取出了硅纹锅,将黑袍老者给予的丹药练领。 很快的,丹药银芒闪动,上面出现了三道灵纹,白小纯拿着丹药,目中目出果断,一口吞下,在吞下的瞬间,他的体内轰鸣,如有一团火默然爆发,落作了无法形容的生机元气,向着全身急速扩散。 他身体颤抖,咬牙坚持,运转不死长生工,拍打自己的身体,渐渐的,他的全身皮肤不再是黑色,而是出现了铜色,这铜色越来越重,到了最后,他几乎成为了一个铜人。 体内的力量猛的暴增,一股强大的感觉,在他的心底持续地掀起。 可这药效没有结束,被白小纯练领三次之后,这丹药似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品质。 在白小纯全身皮肤完全同色的瞬间,他全身猛地一颤,耳边传来卡卡之声,似有什么东西碎裂。 他的皮肤在这一刻,竟出现了裂纹,这裂纹越来越多,密密麻麻覆盖全身时,剧痛更强烈地传来,可在白小纯的忍耐下,慢慢地,那些裂缝内居然有荧光出现。 不死皮,分为铁、铜、银、金四个层次。 就连那黑袍老者都无法预料到,他给白小纯的这枚丹药,竟在白小纯的恋龄之下,推动自身的不死皮,突破了铜皮之后,居然再次突破。 轰轰之声在白小纯的体内回荡,一连持续了数日,他的皮肤碎裂更多,到了最后,如同褪皮一样,开始脱落,每落下一块,露出的皮肤赫然是银色。 直至又过去了十天,当白小纯身上最后一块碎裂的皮肤脱落后,他全身上下,散出银色的光芒,尽管只是淡银色,可他睁开双眼时,就连目中也都有银芒一闪。 身体一晃,速度之快,直接掀起惊人的破空声,明显比之前,快了至少两倍以上。 白小纯目中露出狂喜,他又手握拳,向着一旁山岩轰去,去想滔天,那岩时瞬间就崩溃,不是成为碎块,而是化作了碎粉。 这种力量之大,一样是之前的数倍之多。 白小纯激动,他深吸口气,这一刻他有信心,若是在与陈恒一战,那么自己绝不会如此惨烈。 而在他的尝试之下,更惊人的,是他的防护程度,全身不死银皮,使得那把练龄三次的木剑,竟都无法伤害他丝毫。 白小纯振奋,看着全身在不运转不死长生公后,又恢复了白白静静的样子,重新换了件衣服,向着远处展开全速,得意而去。 第六十六章为宗门赴汤导火,从林内,随着不断的前行,白小纯渐渐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心底的猜测更为确定,直至出了山脉。 数日后,在这种极致的速度下,他回到了洛兴山脉,发现了成为一片废墟的洛臣家族。 看来杜灵飞与侯云飞,的确将消息传回了宗门。 白小纯回想之前的惨烈,满是唏嘘,许久转身,风行舟出现,他跃起盘膝坐下,操控风行舟。 故的一生,此周化作一道长虹,直奔远方。 回宗门了,白小纯目中露出期待,他琢磨着自己如今应该是给宗门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次回去,宗门一定会有赏赐。 讲到这里,他更为兴奋,低头看了看储物袋,这一路他整理了一下从洛臣家族的族人手中拿到的储物袋,里面物品不少,零食也有一些。 最重要的,是他忘了到底是谁的储物袋内,居然发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种子,如心脏一样砰砰跳动,似有生命蕴含,可却正在挥发,越来越微弱。 此物白小纯看了后,以他的草木造诣,也都想了半天,才吃惊地认出这是一枚传说中早已灭绝,极为珍贵的灵种,其名玉兽种。 传闻此种,吸取灵兽精华后,可以自行孕育出来,对于那些强悍至极,可却难以留下后代的凶兽而言,这玉兽种,几乎无价。 尤其是那些身边有强悍灵兽的修士,他们希望能获得灵兽的后代,可往往只是单个拥有,而这个时候,玉兽种的价值,再次体现。 最不知这种珍贵之物,为何会在追杀自己的洛臣某个族人手中,可想来很有可能是个有造化,毕竟洛臣家族居住在洛兴山脉内,而洛兴山脉,充满了神秘,而且他都是辨认好久,那么获得这玉兽种的洛臣族人,应该并不认识,所以在保存上,也有一些不妥之处。 白小纯一路选择了一些有灵气的木头,削成一个木盒,将这玉兽种装在里面,玉兽种的生命波动才慢慢稳定下来。 将木盒收起,白小纯深吸口气,操控风行舟,在这天际呼啸,顺着来临时的原路,向着灵溪踪越来越近。 时间一晃一个月过去,来的时候,因临时不多,三人只在夜晚才以风行舟赶路,可现在白小纯口袋鼓鼓,他才不在乎临时的耗费,所以只用了一个月,就遥遥地看到了灵溪宗南岸的山门。 这次出去,来来回回半年多,终于回来了,白小纯在风行舟上站起,头发飞扬,摆出爵士高手的模样,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觉得这幅神情不恰当,于是赶紧换上与洛臣家族血战时那件已残破的外门弟子长袍。 摆出一副为了宗门誓死如归,七彩无比的样子,长袍上血迹斑斑,可以看出每一个残破口,都是一次生死危机。 他这才觉得满意,操控风行舟前行,在靠近山门,正要穿透而入的刹那,突然的,一道无形的臂杖默然出现,瞬间就将风行舟弹开。 啊,白小纯身体一晃,差点摔下去,与此同时,他前方南岸山门,有一道长红漠然飞出,这长红内是一个青年,神色淡然,走出后平静地看向白小纯。 道有何人,不知来我灵溪宗所为何事? 这青年刚说到这里,忽然皱起眉头,看了眼风行舟,又看了看白小纯身上的衣着。 拿着我灵溪宗的风行舟,穿着外门弟子的衣袍,却被山门大阵阻挡在外。 你是谁,这青年眼中寒忙一起,右手掐绝石,立刻胸围散开,竟是宁气八层。 这位师兄,这是怎么了,为何不让我进宗门了,我是湘云山外门弟子白小纯啊。 白小纯退后几步,看着这一幕,有些搞不清楚状况,连忙开口。 青年皱起眉头,正要说话时忽然一愣。 你是白小纯。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白小纯,越看越觉得眼熟,白小纯的葬礼他去了,看到了墓碑上白小纯的画像,此刻身体猛的一阵, 尤其是白小纯身上血迹斑斑的一招,更是让他倒吸口气。 你,你不是死了吗?我没死啊。 白小纯正了一下,那青年立刻神色振奋,一把取出预解,顿时传信宗门。 关于白小纯的消息,传入宗门的瞬间,湘云山上,闭关的李清后双眼猛地睁开,他身体一颤,默然走出。 与此同时,这消息传入掌门那里,灵溪宗掌门一愣,但很快神识扫过南岸山门,看到了白小纯,他先经后洗,通告全宗。 宗门内,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顿时传出阵阵不可思议之声,这声音哪怕是在山门外都可以隐隐听到,与此同时,更有钟铭默然回荡。 白小纯,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紧接着,无数身影从宗门内呼啸而出,最前方的赫人是侯云飞,他急速来临,出了山门后一眼看到白小纯。 神色露出无法置信,他经历了洛臣家族的追杀,尽管一直不愿承认白小纯会死,可实际上在心底,已明白没有哪个弟子,能在那种惨烈的追杀中活下来。 此刻整个人激动得眼泪流下,白师弟,他大笑,身体瞬间来临,一把抱住白小纯,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 侯师兄,白小纯眨眨了眨眼,此刻也明白过来,知道宗门以为自己死了,此刻看到侯云飞无碍,也颇为高兴。 走,我们回宗门,侯云飞激动,拉着白小纯,直奔山门,有他带领,这一次白小纯顺利地进入了山门, 他身后那位青年也跟随,看向白小纯时,露出强烈的震撼,他亲自参与了灭绝洛成家族的事情, 看到了丛林内的一处处惨烈的战场与洛成家族族人的尸体,对于白小纯居然活着回来,无比震惊。 几乎就在白小纯踏入山门的瞬间,更多的身影从四面八法呼啸而来。 九胖,张大胖,黑三胖,还有杂役处的那些胖子师兄,此刻一个个都激昂颤抖,全部来临,尤其是张大胖,上前狠狠地抱住白小纯,眼泪流下。 白小纯心中感动,他望着四周的众人,这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所付出的一切,是值得的。 此刻,一到长红来临,长红内正是李清后,他无法置信地望着白小纯,他的怀中有一个包裹,里面装着白小纯带血的衣服碎片。 他可以说是所有人中,最了解白小纯遇到的危机,是多么的致命。 拜见长座,白小纯赶紧上前,向着李清后一拜。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李清后平日稳重,这一刻却不知觉地颤抖起来,右手抬起,放在白小纯的头上,目中露出激动。 这里是我的家,弟子愿为宗门赴汤蹈火。 白小纯昂手挺胸,大声说道,还故意把小秀一甩,露出衣服上一个割血窟窿。 南岸三座山峰,不断有人来临,摇摇地看到白小纯后,都被白小纯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所震撼。 尤其是此刻白小纯说出的话语,更是传遍四周,让所有人听到后,都心神一阵,看向白小纯时,都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宗门天骄。 眼看来人越来越多,一个女子喜极而泣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正是杜琳飞,她这些日子天天以泪洗面,整个人憔悴到了极致,此刻听人说起白小纯回来了,她心神顿时嗡名,转身不顾一切地跑来。 此刻看到白小纯的身影,她的泪水更多,上前一把抱住白小纯,又哭又笑,那种不敢去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样子,让白小纯心中温暖。 她的手下意识地就要向翘起的地方摸去,可以想到四周这么多人,于是生生忍住。 杜师姐,我说过,只要我白小纯还有一口气在,绝不会让你受到丝毫的伤害。 白小纯淡淡开口,抬起下巴,一副傲视天下的模样,说出这一句极为肉麻的话语。 偏偏杜琳飞听到这句话后,觉得身子都要软了,双眸内的眼泪深处,藏着深情,浓沉溺。 很快的,就连执法堂的身影也都出现,当手之人正是欧阳杰,她看向白小纯时,也是心惊,目中目出强烈的兴趣。 尤其是白小纯身上的衣着以及刚刚对李清后说出的话语,更是让她暗自点头。 白小纯,老夫执法堂欧阳姐,白小纯听到执法堂三个字,顿时内心一颤,可想到自己立下大功,于是继续挺起胸口,向着欧阳杰一抱拳。 有关落成家族之事,你随老夫一起去见过掌门。 欧阳杰脸上少见得露出一丝笑容,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指,立刻白小纯的脚下出现了一片灵雾,带着她的身体,随着欧阳杰前行远去。 李清后目中露出欣慰,也化作长红一同前往。 至于其他弟子,此刻眼看白小纯离去,大都在阵阵惊叹与议论中慢慢散了,不过有关白小纯没死的消息,却是以更快的速度传开。 到了最后,整个灵溪宗几乎都知道了此事,有人欢喜有人忧,前大金在自己的洞府内,颤抖起来,神色内露出恐惧。 该死的,他怎么没死,那么危险惨烈的追杀,怎么可能不死,他应该不知道是我安排他去的这次任务。 对,他应该是不知道,前大金面色殷勤不定,到了最后常态一生,患得患失。 第六十七章师兄,咱师傅呢? 灵溪宗有八座山峰,北岸四座,南岸三座,正中间的。 则是种道山,是灵溪宗外在力量的核心所在。 平日里,灵溪宗掌门正远东,就是在此的处理宗门一切事情。 此刻,随着忠明的回荡,南北两岸各山之主,都挪身来临,端坐在大殿中,掌门也在旗内,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上。 不多时,李清后与欧阳杰带着白小纯来到了大殿外,让白小纯在殿外等待,他们二人踏入殿中。 大殿外,还有四个弟子,这四人守护在两旁,一个个都好奇地看向白小纯。 白小纯向着四人笑了笑,此地他是首次到来,环看四周,灵气浓郁,草木花香,如同仙境,且没有杂草之音,很是僻静,远非香云山可比。 这里是宗门重地,平日里其他弟子到来,每一个都是小心翼翼,可白小纯却仿佛没有任何压力,站在那里神色如常。 这一幕,让四周那四个弟子都感慨,暗道不愧是为宗门立下如此大功的人物,单单这份从容的气势,就不是寻常人拥有的。 实际上白小纯虽怕死,可他想到自己立下功劳,想到在这里自己绝对不可能死,自然就没有任何畏惧,盲手挺胸,满脑子都在期待,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奖励。 以我的功劳,怎么也得给我一颗增加百年寿元的丹药吧,再给我一百万贡献点,再给我一座最好的洞府,那门弟子的身份也少不了,哈哈。 白小纯越想越是兴奋,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大殿内转唤他。 白小纯有些诧异,然后又等了好久,直至哈气连天时,才听到大殿内有无奈的声音传出。 白小纯,你进来,白小纯精神一阵,深吸口气,努力摆出可以为宗门赴汤蹈火的模样,迈着大步,走入大殿内,刚一进入大殿,他就抱拳一拜。 江云山弟子白小纯,拜见掌门,拜见诸位前辈。 一拜之后,白小纯抬起头,看到了正中间的一个老者,这老者不怒自威,穿着一身白袍,一身修为身不可测。 在他的四周,环座八人,六男二女,李清后与欧阳杰就在其内,此刻这些人多目中带着对白小纯能活着回来的惊讶,打亮起来。 对于白小纯身上的那件衣服,他们多看了几眼,以他们的目力,自然看出这些残缺口不是刻意撕开,而是真正的经历了惨战后留下。 尤其是白小纯的模样白白净净,一看就很是乖巧听话,此刻又不亢不卑,神色从容。 这一幕,让众人虽神色如常,可心中却对白小纯的印象,更好了,只是心底多少还是有些古怪。 白小纯,你详细地说一下此番去落陈家族的任务始末。 李清后看着白小纯,温和开口,白小纯神色肃然,平静地将这一路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没提黑袍老者,这是他自己的秘密。 除此之外,他还提了逢年的牺牲,还有这一路上的艰难,他本就聪明,此刻一点没说自己的功劳,反倒是一个尽得说逢年度灵飞与侯云飞的好。 都怪我没用,逢师兄为了救我而死,都怪我啊,他越是如此,掌门等人物中的赞赏,就越多,只不过这些人修行多年,心思如妖,从白小纯进来穿着那件衣服,就一个个隐隐看出了白小纯的性格。 虽然如此,可终究还是欣赏。 昆迷后,醒了就痊愈,掌门笑了笑,对于白小纯的解释,没有去在意,毕竟每个弟子都有一些自己的秘密,宗门要求的是归属感,不需要那种完全的掌控,不然的话,必定离心离得。 白小纯,你的奖励几个月前就发下去了,从几个月前,你就是我灵溪宗。 荣耀弟子,掌门说出荣耀弟子这四个字时,心底泛起阵阵古怪,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活的荣耀弟子。 他们之前在大殿内也讨论过,彼此都非常为难,因为荣耀弟子的身份,太重要了,在这之前,给的都是战死之人, 还从来没过活人,可如今白小纯居然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这让他们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时,一个个都愣了一下。 而且这个身份还不好收回来,葬礼都办了,功劳也有了,这让他们所有人,都发愁, 所以之前才让白小纯在外面等了半天。 张义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按照门规,只能继续给白小纯这个身份。 荣耀弟子,白小纯一愣,他从来没听过这个称呼,站在那里等了半天,眼巴巴地看着掌门等人, 发现这大殿内的前辈们,一个个都面色古怪,可却没有继续说出别的奖励后,白小纯忍不住了。 那个,没了,白小纯问道,没了,掌门挤出一副笑脸,白小纯立刻急了,正要开口去讲讲道理, 说说自己一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久死一生时,理清后干渴一生,他最了解白小纯的性子。 还不快感谢掌门,荣耀弟子这个称号,至今为止,灵溪宗一共就出国十个, 你是这千年内的第一个,也是如今唯一的一个。 身为荣耀弟子,临驾于内门之上,是灵溪宗至高荣耀,其血脉后人可享用整个宗门的资源, 出生就是内门,并且灵溪宗会庇护血脉家族永久。 我灵溪宗内有九大家族,都是荣耀家族,这是开创一个辉煌的药容身份。 理清后解释道,白小纯听到这个解释,愁眉苦脸,整个人的气势一下子没了,可怜兮兮地看着理清后,又看了看掌门。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这个荣耀弟子的身份,他算是明白了,看似很不错,可实际上是给死人准备的, 其赏赐完全是留给后人,可他还活着啊。 此刻白小纯悲痛地发现,自己居然沦落为当爹的去嫉妒儿女的程度上了。 且,掌门,白小纯哭丧着脸,有气无力地开口,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称呼老夫为掌门师兄。 掌门正远东干渴一生,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有,他之前提出拜师, 是因为白小纯已牺牲,可如今对方活着回来,他已想自己这么大年纪了, 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子称兄道弟,心底连连叹息。 啊,白小纯睁大了眼,他此刻心情起伏太大,进入大殿时满怀期望, 而后现实太残酷,心情一下子跌落谷底,可紧接着,又出现了这种变化。 鉴于你的功劳,再加上你还没有师尊,所以老夫做主,让你拜老夫的师尊为师, 所以从此之后,我就是你的师兄了。掌门心里更别扭了, 白小纯深吸口气,目中刹那露出激动,他觉得宗门对自己太好了, 一想到掌门的师尊,那必定是宗门内的太上长老一个级别的, 他立刻就兴奋,双眼冒光。 这从此之后,谁敢欺负我啊,我师父老厉害了,哈哈。 白小纯心中狂喜,连忙抱拳深深一拜,多谢掌门师兄,师兄,咱们师父呢, 我这就去给他老人家请安。 白小纯带着期待,美滋滋地说道,不急,他老人家作画前的画像攻在后山, 我已安排人去准备,稍后会带你过去。 掌门神色古怪,缓缓开口,作画,攻在后山, 白小纯整个人如被天雷轰击,待在那里,满脑子都是这六个字, 伴赏之后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拜的这个师父,已经,故去了,我,白小纯只觉得蹊跷生烟,脑海翁鸣更多, 他的心再次跌落谷底,欲哭无泪,他甚至都没注意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一路失魂落魄地跟着掌门去了后山,拜了一张画像为师后, 茫然地出了种道山,回到了湘云山。 在湘云山上,不少看到他的弟子,一个个都连忙拜见, 目中露出好奇,甚至还有人好心地带着茫然的白小纯去看了眼他的墓碑。 望着墓碑,白小纯觉得天都黑了。 我,我拜了一张画像为师,白小纯不知自己怎么回到的院子里, 呆呆地坐在墓屋前,悲愤起来。 一连数日,他这里都愁眉苦脸,直至半个月后, 他才从这打击中恢复过来。 阿商叹气地走出屋舍,准备去找张大胖去叙旧, 可刚刚走出,迎面遇到的外门弟子, 在看他后,立刻抱拳深深一拜。 拜见白师叔,白小纯走出几步忽然一顿, 转头双眼冒光,一把拉着那位外门弟子。 你叫我什么,白师叔啊,您是掌门师弟,弟子。 弟子自然要称呼您为白师叔啊。 那外门弟子一愣,赶紧说道,白小纯松开了手, 双眼光芒越来越亮,心脏砰砰跳动, 他发现自己这个身份,并不是一无是处, 辈分大的吓人。 他舔了舔嘴唇,忽然大笑起来,笑声回荡, 吓得那位外门弟子赶紧后退, 不知道白小纯发了什么疯。 白小纯赶紧收起笑声,干咳一下, 摆出前辈的模样,向着对方微微点头, 不再去找张大胖,而是满怀期待地去了任务处。 因为,那里人多,与此同时, 香云山顶,李清后归来后,立刻闭关, 他盘膝坐在闭关之处,沉思良久, 大秀一甩,神色凝重,开始练丹。 小纯这孩子性格顽劣,需要帮他准备一件保命法宝, 可惜我不擅长练气,只能开一炉酒绝丹, 去与丹西宗交换。 这种给宁气弟子准备的法宝, 一看就是为子职之辈,丹西宗定会大开口。 李清后摇头,没有去在意这一点, 哪怕酒绝丹对他而言,也需付出很大心血才可练出, 可以想到白小纯这一次的九死一生, 他便定气宁神,准备开路。 第六十八章诗指门,别跑, 白小纯是一个非常善于从任何事中发现乐趣的人。 此刻他就发现了自己身为掌门师弟的乐趣, 于是兴高采烈,大摇大摆地走在宗门的山路上, 摇摇地,他看到了任务处。 干渴一生,白小纯整理了一下衣衫, 摆出一副前辈的模样, 抬起小下巴,被着手慢慢靠近。 任务处,人山人海, 作为湘云山最热闹的几出地点, 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外门弟子进进出出, 远远就可以听到鼎飞的人声。 很快的,白小纯来到了任务处, 他站在那里, 脸上露出自认为是慈祥的笑容, 看向那些外门弟子。 几乎他刚刚出现, 立刻就有人察觉, 尤其是他前方的那群外门弟子, 原本正在讨论阶下的任务, 余光扫到白小纯后, 都愣了一下。 赤白, 师叔, 见过白师叔, 拜见白师叔, 他们连忙向着白小纯抱拳, 话语传出时, 更多的人看到了白小纯, 于是很快的, 此地几乎所有外门弟子, 都陆续去拜见白小纯。 大家辛苦了, 那一句句白师叔的声音, 听得白小纯心花怒放, 于是含笑向着众人打招呼, 背着小手, 向前走去。 而四周那些外门弟子, 一个个在看向白小纯时, 都露出羡慕, 彼此低声议论。 白师叔, 那是掌门的师弟啊, 尤其是任务处的几个职士, 在看到白小纯后也都连忙起身, 其其拜见, 使得整个任务处都不再运转, 这一幕幕, 让白小纯更激动了。 你们继续, 不用管我, 我今日带掌门师兄来看一看我灵溪宗外门弟子。 白小纯心底都快笑开花了, 他这么一开口, 四周的弟子再次拜见一番, 就连任务处内的长老, 也都出门向白小纯点了点头。 可偏偏, 白小纯虽然让大家不要理他, 而他这里却没有离开, 而是走在人群内, 见谁都含笑点头。 所过之处, 白师叔这三个字, 不断地从各个外门弟子那里传出, 有的弟子, 甚至都说了十多遍。 渐渐地, 大家的神色有些古怪起来, 看出这白小纯来到这里, 就是想要听人喊他白师叔。 白小纯见好就收, 向着众人挥手, 大摇大摆地离开, 任务处这才重新恢复运转。 这身份厉害啊, 白小纯眼睛冒光, 这一上午, 他觉得自己身心愉悦, 更重要的是, 他在这身份上, 发现了与众不同之处。 龙耀弟子, 掌门师弟, 这个身份, 岂不是说从此在宗门内, 没人敢招惹我了。 白小纯想到这里, 哈哈大笑, 赶紧向着万耀阁跑去。 万耀阁, 一样人多, 不多时, 白小纯到了万耀阁, 望着那十所十碑, 耳边听着一声声白师叔的称呼, 白小纯很是唏嘘, 在那里磨蹭了半天, 与众人渐渐古怪的神色下, 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尽管是黄昏, 可他却不知疲惫, 去了大量外门弟子居住的地方。 曲宝才刚刚出门, 迎面就看到了白小纯, 赶紧抱拳拜见。 原来是小宝啊, 我半年前离开时你的修为 与现在没有什么变化, 不可如此, 要请家修行。 白小纯拍了拍徐宝才的肩膀, 老气横丘地开口。 曲宝才愣了一下, 眨了眨眼, 听到小宝这个称呼, 他心底一颤, 他这么大, 就他爹这么叫自己, 外人没这么叫的, 此刻心里那个别扭啊, 可又不敢反抗, 只能点头称是。 我, 恩, 本座, 白小纯忽然发现, 以自己的身份, 不可再用我这个字了, 于是想着李清后平时的称呼, 改成了本座。 本座对此地不熟, 小宝, 你带本座在这里熟悉一下。 白小纯干咳一声, 背着小手, 抬起下巴。 去宝才无奈, 连忙带着白小纯在这里转忧。 随着一个个外门弟子回来, 他们一个个差异的发现, 居然又看到了白小纯, 甚至这里面有不少都是白天时在任务处以吉万要格, 都碰到过白小纯的, 此刻一个个面面相去, 不得不再次拜见。 白小纯又一次感受到了身份的辉煌, 看着那一个个外门弟子的拜见, 他心花怒放, 直至深夜,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途中路过饲养领尾姬的地方, 他顺路就走了过去, 不久, 阵阵拜见白师叔的声音再次传出, 当他离开时, 他的手中拎着两只领尾姬。 这就是身份的好处啊, 以前我吃鸡, 需要偷, 现在我直接拿走, 哼哼, 掌门都是我师兄, 谁敢惹我。 白小纯一路哼着小曲, 隔一扬扬地回到了居所。 第二天一早, 太阳刚出, 白小纯就精神抖擞地爬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衫, 对着铜镜摆出很多样子, 直至选择了一个觉得最符合身份的姿势, 向外走去。 他俨然是把这种事情, 当成是事业, 这一次他没有去任务处, 而是去了其他香云山上人多的地方, 甚至还去看了一场香云山的小笔。 这一整天, 他听到了无数声白诗书的称呼, 白小纯有种得到呈现的感觉, 神采飞扬, 于是,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他进一连这么溜达了十多天, 到了最后, 整个香云山的外门弟子, 几乎所有人都至少称呼过数十次白诗书, 众人对于白小纯, 已经是抓狂了, 称呼一个小孩为诗书, 一次也就罢了, 可次数多了, 他们越来越郁闷。 这样的日子, 白小纯每天过得都非常充实, 他尤其喜欢遇到熟人, 每次遇到都会上前打招呼, 义多诗书, 你别走啊, 好久不见, 一天, 白小纯看到了赵义多, 眼睛一亮立刻上前一把拉住对方, 赵义多听到义多诗书这四个字, 面皮抽动了一下, 白诗书, 我们, 这几天已经遇到了过好多次了, 白小纯眨了眨眼, 干咳一声, 正要开口时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个身影, 竟在看到自己后, 立刻转身要走, 咦, 这不是紫昂失职吗, 好久不见啊, 白小纯连忙放过赵义多, 赶紧拦住陈紫昂, 神色露出喜悦, 陈紫昂都快抓狂了, 他这些天, 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白小纯至少三次以上, 据他所知, 整个湘云山但凡是认识白小纯的, 都和自己一样, 还有一个喜欢自称狼爷的倒霉的家伙, 听说每天至少遇到白小纯十几次, 白师叔, 那个,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陈紫昂几乎是逃命般, 赶紧逃开, 十多天后, 湘云山的外门弟子, 几乎都在看到白小纯时, 就装作没看到, 这一幕让白小纯不悦, 于是更加主动了, 哎呀, 本作看你怎么这么演书, 来来来, 你提醒一下我, 我们是不是见过啊, 白小纯抓到一个当初周星奇的侵慕者, 在这外门弟子哭丧着脸中, 被白小纯拉到了一旁, 谈心了一炷香的时间, 直至这弟子一连说了三十多次白师叔后, 白小纯才心满意足地让这愁眉苦脸的外门弟子走了, 可这也不是办法, 白小纯看到很多人都躲着自己后, 觉得自己应该更主动一些,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都会咳嗽一声提醒对方自己存在, 只是效果一般, 使得白小纯颇为难过, 好在这乡云山, 除了杜琳妃外, 还有一个女孩, 白小纯觉得非常可爱, 她是猴小妹, 这猴小妹几乎每天都会自己多次主动地出现在白小纯的面前, 不用白小纯咳嗽, 就蹦蹦哒哒地用甜蜜蜜的声音追着白小纯喊诗书, 看得四周其他外门弟子都心中酸酸的, 可白小纯却越发开心得意, 而且这猴小妹受白小纯曾经的教育, 对于宗门内神秘莫测的小乌龟, 以极为崇拜, 有一次跟在白小纯身后时, 还追问了一下白小纯对小乌龟的看法, 小乌龟, 那是神秘莫测, 天资绝伦, 灵溪宗万年来罕见的伟大之人, 这种人就如天空的白云, 会让所有人仰望, 白小纯干咳一声, 吹嘘道, 心底好不容易才压下了要告诉猴小妹自己就是小乌龟的冲动, 她打定主意, 要找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 告诉猴小妹自己这伟大的身份, 我觉得也是, 我和好多人都说过, 小乌龟淡泊名利, 追求要到的极致, 风轻云淡, 是如天空白云一样的人物, 猴小妹听了后, 双眼闪亮亮的, 宗门内曾经有一段时间, 有人传闻白小纯就是小乌龟, 可这说法很快就被众人否定, 毕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象出的小乌龟, 可无论怎么去想, 似乎都与白小纯完全无法重叠, 毕竟草木零售十座碑文上不记录名字, 都是各自代表要到的符号, 很难辨认出来, 白小纯听到猴小妹这么说, 没太注意, 心思放在了南岸五大美女中的周新奇身上, 不知道一向高傲天骄的周新奇喊我白诗书时, 是个什么样子, 白小纯想到这里, 顿时兴奋, 于是每天都重点寻找周新奇, 功夫不负有心人, 直至有一次, 他看到了周新奇踏着蓝铃, 从天空飞过, 新奇诗侄女, 白小纯连忙大喊, 蓝铃上的周新奇面色瞬间难看, 他也听说了白小纯这一个月来的事情, 知道湘云山外门弟子, 这段日子已是谈白色变, 此刻新奇诗侄女这几个字落入耳中, 他觉得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赶紧装作没听到, 加速前方, 可却没想到, 白小纯竟执着在地面上飞奔, 新奇诗侄女, 来来来, 和诗书我谈谈人生吧, 白小纯性高采烈, 很是振奋, 他找周新奇好久了, 今天终于遇到, 岂能放过, 周新奇一咬牙, 加速急迟, 很快飞出了湘云山, 这才避开了白小纯, 白小纯远远看着周新奇的身影, 叹了口气, 觉得可惜, 没事, 不就是会飞吗, 我以后也能飞, 有的是机会让你叫我白师叔, 白小纯郁闷, 眼看天色已晚, 转身去找杜灵飞, 杜灵飞一看到白小纯, 就眼口倾笑, 白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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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小纯顿时高兴, 越看杜灵飞越觉得可爱, 只是没几天, 杜灵飞因之前立下的功劳, 被一位长老收为弟子, 安排去了东灵城, 作为此城的灵溪宗旨士, 这对杜灵飞而言, 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只需在东灵城数年, 就可获得足够的资历, 与功劳加在一起, 甚至可以直接晋升内门, 解在东灵城, 他有很大的权力, 会使得自身修行资源, 比在宗门内好上太多, 白小纯觉得遗憾, 送别度灵飞后, 又继续在香云山中寻找乐趣, 时间就这样流逝, 又过去了一个月, 整个香云山, 白师叔这个词, 已成为了一个禁忌, 让所有人在想起时, 都会苦笑连连, 好在这个时候, 白小纯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 我白小纯是灵溪宗掌门师弟, 是所有弟子的诗书, 并非指香云山一脉, 不可厚此薄彼, 我应该去其他风转转, 白小纯想了想, 大意凛然, 去了紫鼎山, 第69章白小纯, 少主让你去拜见, 一个月后, 紫鼎山上的外门弟子, 都要抓狂了, 这一个月来, 白小纯的出现, 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把作诗书当成事业, 他们发现, 无论在任何地方, 只要是在这紫鼎山上, 都会看到一个白白静静, 身体有些瘦小, 脸上露出想要去掩饰, 可却分明掩饰不住的得意, 大摇大摆的少年, 见人就咳嗽一声, 若有人不认识他, 他还会主动地去介绍自己, 白师叔这三个字, 他们都以快摇说破了嘴皮, 可偏偏, 他们没办法, 白小纯是掌门师弟, 辈分超过一切弟子, 若有弟子敢对他不敬, 那么就是触犯了门规, 最终还是众人找到了张大胖, 让张大胖出面劝说, 这才把白小纯送祖宗一样的送走, 去了, 清风山, 又过去一个月, 清风山的弟子, 也都疯了, 尤其是陈飞三人, 更是在这一个月, 失魂落魄, 白小纯在这清风山上, 经常出现在他们的门前, 每次若陈飞三人不连续喊出上百声百事书, 就不算完, 甚至在白小纯的找茬下, 那副只要陈飞三人有半点不恭敬, 就会被他禀告执法堂的样子, 让陈飞三人心惊胆战, 整日小心翼翼, 最后几乎是哭诉哀求, 说出了钱大金, 又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白小纯这才放过他们, 叹着妻离开了清风山, 他自己也有些自责起来, 外门弟子都认识我了, 可内门弟子还有人没见过呀, 尤其是那个钱大金, 还真以为我忘了, 白小纯琢磨半晌, 深深地点了点头, 觉得人生从此又多了乐趣, 赶紧去寻找内门弟子, 之后的一段日子, 三座山峰上, 白小纯的身影虽还是出没, 可大都是在内门弟子居住的区域, 以他的身份, 这灵溪宗几乎所有地方, 都可以进入, 只是很快的, 白小纯就没了兴趣, 那些内门弟子大都闭关, 他几个月也都没看到多少身影, 尤其是钱大金, 洞府外无数阵法全部开启, 背下的不敢出门, 白小纯在钱大金门口一连堵了一个月, 也都没看到对方, 怎么喊话, 都没有回应, 我就不信了, 白小纯站在钱大金的门口, 试图去轰开阵法, 可内门弟子洞府的阵法, 轻易很难强行打开, 白小纯眼看不行, 就要去找人过来, 一起合力轰开钱大金的洞府,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两道身影从远处快速来临, 那是两个内门弟子, 一高一矮, 临近后他们看向白小纯, 没有拜见, 而是平静开口, 白师叔, 有关钱大金之事, 可否给我家少主一个面子, 就此放过, 我家少主, 上官天佑, 这高个内门弟子, 特意强调了一句, 上官天佑, 那是整个南岸三丰, 三大天交之首, 甚至资质可谓灵溪宗南岸千年罕见, 尽管是外门弟子, 可必定日后会成为助基修士, 使得宗门不少长老, 对这上官天佑都与旁人不同, 尤其是此人被南岸看成是可以压过北岸的希望所在, 更是大力培养, 而这上官天佑的追随者, 在这金风山上更是众多, 白小纯神色如常, 若是患了以前, 她会害怕, 可她虽怕死, 却不代表胆小, 只要是与死亡没关系的事情, 她的胆子大得很, 如今她的身份, 已让她在宗门, 几乎不会有死亡的事情发生, 此刻傲视看向说话的二人, 白小纯微微一笑, 看见本作, 居然不败见, 你们两个胆子不小, 是谁给了你们底气如此嚣张, 目无尊长, 是那上官天佑, 白小纯小秀一甩, 淡淡开口, 她话语一出, 这两个内门弟子面色变化, 其中高个的内门弟子, 目中瞬间露出灵力, 白师叔, 说话要小心一点, 她话语刚说到这里, 还没等继续, 眼前的白小纯身影就瞬间消失, 这高个的内门弟子一愣时, 狂风扑面, 白小纯已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速度之快, 绝非他们可以看清, 甚至还没等二人反应过来, 白小纯的右手抬起, 一巴掌掀起破空天雷之音, 落在了这高个内门弟子的脸上, 这高个内门弟子的衣袍, 顿时散出防护之光, 这是身为内门弟子的法器之一, 可这光几乎刚起, 在与白小纯的巴掌碰触的刹那, 立刻崩溃的四分五裂, 竟无法阻挡丝毫, 任由白小纯的手掌, 蕴含了无穷之力, 如一座山岩, 骤然落下, 空的一声, 那高个内门弟子眼中冒出金星, 老海瞬间嗡鸣, 只觉得好似被一座山狠狠地撞了下, 喷出鲜血, 身体猛地被抛出, 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被扇出数十丈外, 连惨叫都没传出, 直接痛得昏迷过去, 这一幕太突然了, 旁边矮各的内门弟子目瞪口呆, 脑海嗡鸣, 身体下意识地后退, 看着被白小纯一巴掌扇得昏迷的同伴, 又看了看白小纯, 他倒吸口气, 使劲咽下一口唾沫, 你, 你, 他指着白小纯, 身体颤抖, 脑海发猛, 他怎么也没想到, 白小纯的肉身之力, 居然如此害人听闻, 要知道, 那可是宁气八层啊, 长辈, 是你一个内门弟子可以这么指着的吗? 白小纯转头看向那位矮各的内门弟子, 开口时向前走去, 这矮各内门弟子发出惨叫, 身体猛地后退, 可还没等他退出多远, 风声呼啸, 白小纯瞬间临近, 再次一巴掌呼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带着阴冷, 默然间从山下传来, 助手, 声音传出时, 一道身影急速而来, 白小纯看都不看一眼, 手掌更快, 空的一声, 这矮各内门弟子无数牙齿飞出, 鲜血喷洒, 整个人脖子都快扭了, 直接飞出, 倒在了一旁昏迷过去, 做完这些, 白小纯这才一甩小手, 抬头看向从山下急速临近之人,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胸围静视宁气九层, 与陈恒不相上下, 他盯着白小纯, 怒笑起来, 你没听到我方才说的话吗, 呆死的, 白小纯, 你, 这位失职, 你也想挨一巴掌, 白小纯抬起下巴微笑开口, 之前的两位, 加上眼前这位, 白小纯一眼就看出他们对自己根本就没有丝毫尊敬, 甚至骨子里都带着轻蔑, 仿佛高高在上, 这样的内门弟子, 他很失反感, 他话语一出, 中年男子面色阴晴不定, 声音戛然而止, 白小纯这里的肉身之力, 让他心惊, 方才也是气急, 此刻回想起来, 顿时深吸口气, 再加上白小纯的身份, 之前的所作所为, 就算是执法堂也都说不出什么, 白小纯, 我家少主让你过去拜见, 中年男子盯着白小纯, 伴赏之后深吸口气, 强行压下怒火, 说出了他此番道来的目的, 他是奉上官天佑之命, 前来让白小纯过去, 在他看来, 自家少主有些小题大做了, 这白小纯只不过是个侥幸立功的弟子, 小丑般的人物罢了, 杀了几个修真家族脆弱的族人, 若不是运气好, 也不可能让宗门去如此宣传, 实在不值得必定会飞黄腾达, 甚至日后有一丝金丹希望的少主派人来传话, 哪怕只是让这白小纯过去拜见, 在这中年男子看去, 也是有失身份, 一个外门弟子, 就算是天娇又如何, 让我去见, 应该是他来见我, 白小纯从这一件事情里, 就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上官天佑的高傲, 以自己的身份, 对方不亲自来也就罢了, 不亲自传讯也就算了, 居然还让自己过去拜见, 袖子一甩, 一股大风吹开, 中年男子眼中立刻露出怒火, 白小纯, 我家少主让你去拜见, 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 多少人想要去拜见都没机会, 你, 他刚说到这里, 神色一变, 猛地后退, 可还是晚了一步, 白小纯的身体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前方, 依旧是一巴掌轰然落下, 你敢, 中年男子宁气九层的修为, 全面爆发, 掐绝间一道道风刃幻化, 阻挡在身前, 可就在这些风刃出现的瞬间, 轰鸣之声滔天, 那些风刃在白小纯的手掌下, 失如破竹, 全部崩溃, 竟无法阻挡丝毫, 白小纯的巴掌, 瞬间崩溃一切阻碍, 落在了这中年男子的脸上, 空的一声, 惨叫传出, 这中年男子身体被抛出, 在数十丈外才勉强站稳, 连陈恒都不如, 难怪会任人做主, 滚, 白小纯小秀一甩, 傲哼一声, 中年男子骇然地望着白小纯, 身体瑟瑟发抖, 他左脸高高鼓起, 带着牙齿的鲜血一出时, 急速后退, 直至对方走远, 白小纯转头望着前大金的洞府, 捏起了眼, 他性格怕死, 所以对于任何想要弄死自己的人, 从来都是牙字必报, 这前大金哪怕找来了上官天佑, 此事白小纯也不会放过, 这段日子, 他看似在宗门内随意, 可实际上早就对前大金展开调查, 以为躲在里面,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白小纯冷哼, 转身离去, 以他现在的身份, 没过多久, 一道任务预检就从执法唐飞出, 穿缩前大金的洞府, 出现在了前大金的面前, 与当初白小纯一样, 都是强制安排的危险任务, 前大金苦涩许久, 不得不外出执行, 也有外出避祸的念头存在, 可他小看了白小纯的牙字必报, 这样的任务, 他已为前大金安排了数十个, 且暗自联系了侯云飞, 侯家是修真家族, 有助基老祖, 抵运身后, 对于白小纯这里极为看重, 再加上侯云飞与侯小妹的存在, 属于天然的盟友, 自然会相助此事, 保证可以让前大金在这一次次的执行中, 意外的陨落, 关于前大金的事情, 执法堂不是不知道, 只不过当时白小纯毕竟陨落, 且此事不宜传开, 所以尽管没有立刻追究, 但已记录在案, 如今白小纯归来, 想要处理, 执法堂没有半点阻止, 隐隐有亏欠之意, 所以任由白小纯去动手, 甚至在内部, 已将前大金列为死亡之中, 第七十章嗨, 李师兄, 京丰山靠近山顶的地方, 有一处单独的小路, 路的尽头, 存在了一处水潭, 里面有金色的鱼在游走, 水潭旁是一处洞府, 此地独门独院, 很是幽静, 灵气更是浓郁远超其他同门居所, 此刻在这水潭旁, 坐着一个青年, 这青年穿着外门弟子的长衫, 样子俊美, 一头黑发披肩, 看起来神俊飞长, 皮肤白皙, 甚至会让女弟子看到后也都自叹不如, 尤其是她的双眼, 虽是凤幕, 可眼中却有一抹金芒时而闪过, 使得整个人的气质, 极为特别, 她的手中拿着一些小鱼, 时而扔到水潭内, 被那些金色的鱼儿 争先恐后的撕碎吞食, 此刻, 顺着小路, 那被白小纯扇了一巴掌的中年男子, 面如铁青的快速来临, 到了此地时, 他不由得放缓了脚步, 神色内露出恭敬, 在青年面前抱拳一拜, 见过少主, 少主, 那白小纯不识抬举, 我已将话说得很明白, 让他过来拜见, 可此人却飞扬跋扈, 仗着身份嚣张的不得了, 中年男子咬牙说道, 那就罢了, 一个小人物, 我让他来拜见, 也是一时兴起, 青年没有抬头, 毫不在意, 淡淡开口, 少主说的是, 少主志气远大, 目标是有朝一日进入传说中的传承序列, 所以始终压制修为不去突破, 要等特定在内门外门之间, 宁七八层的南北大笔天骄试炼时, 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内门, 使得日后传承序列有望, 否则的话, 早就能去进行宁七八层就可以申请的晋升内门的试炼了, 毕竟到了宁七八层, 大都可以成功完成试炼, 成为内门弟子, 这白小唇, 一个小人物而已, 那功劳换了少主, 一样可立下, 至于荣耀弟子的身份, 那是给死人的, 还有掌门师弟, 这身份真的可笑, 拜一个死人为师, 中年男子点头, 冷笑时忽然心神一颤, 发现眼前这青年此刻抬起头, 冷冷地望着自己, 少, 少主, 中年男子有些害怕, 他是小人物, 不用在意, 可掌门的师尊, 宗门曾经老祖, 岂能是你直接称呼的, 去寒谈自罚掌嘴三个月, 青年收回目光, 继续给金色的鱼儿喂食, 中年男子心底颤抖, 连忙点头, 赶紧告退, 解决了钱大金的事情, 白小唇回到了湘云山, 对于那善官天佑, 白小唇毫不在意, 他有功劳在身, 除非叛宗, 否则生命不会有任何威胁, 而且白小唇如今在灵溪宗已多年, 他早就明白了宗门队弟子的 培养方式, 那是大的方向, 严禁出现自相残杀, 鼓励相互帮助, 也鼓励相互竞争, 有门归作为总纲管理, 各封长老, 长座协助管理, 更有执法唐威舍, 掌门总控全局, 而小的地方, 灵溪宗南北加在一起, 几十万人, 自然无法做到细微, 弟子之间打斗摩擦, 甚至还有不少歪歪心思, 根本就管不过来, 但赏罚分明, 要有谁出阁, 则罚己眼, 白小唇为宗门立下大功, 还有草木的造业以及战力的强悍, 这些宗门自然之道, 也很重视, 可却不会天天跟在他身边, 如仆人一样去照顾, 甚至有人去讥讽他, 有人去挑衅他, 都立刻跳出来阻止, 任何一个弟子, 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上官天佑也好, 白小唇也罢, 都是如此, 所以白小唇觉得那没见过的上官天佑, 虽极为狂妄, 且天骄之名颇大, 甚至如今身为外门弟子, 居然有内门弟子, 甘愿称其为少主, 可他还是没去理会, 只是眼看自己身为师叔, 如今慢慢地却找不到那种被称呼的感觉, 众人都是躲着他走, 白小唇有些感慨, 直至他一次无意中路过蒋经殿时, 他忽然振奋, 他发现自己只要到来, 立刻就会被赐座, 与蒋树经文的长老坐在一起, 俯视下方无数弟子, 这种事情, 白小唇经历了一次后就立刻喜欢了, 于是身影总是出没在各个山峰的奖金殿内, 甚至坐在那里时, 还不时地含笑点头, 时而看向下方的弟子, 目中与身边的住基长老一样, 都露出赞赏欣慰, 这一幕, 不但他身边的住基长老哭笑不得, 下方的那些各山峰的弟子, 一个个都郁闷到了极致, 看向白小唇时, 纷纷恨恨, 可却没办法, 同时, 白小唇也找到了新的卖弄自己掌门师兄的方法,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宗门各个住基修士的身边, 每次都是享受一样的待遇, 看到那些住基修士, 他就立刻上前一口一个师兄师姐, 很是乖巧, 看得那些住基修士一个个也说不出什么, 只是次数多了, 难免神色古怪, 而身边的弟子, 纷纷无奈之下, 只能连带著称呼百师叔, 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日子后, 白小唇一次看到了李清后, 竟没忍住, 亲切地喊了一声, 嗨, 李师兄, 李清后神色有些憔悴, 直至今日, 他终将久绝丹炼出, 此刻正要出门, 闻言一愣, 四下看了眼, 在看到了白小唇后, 面皮抽动了一下, 这段日子有关白小唇的事情, 他虽练丹, 可也有耳闻, 很头疼, 眼下发现这白小唇居然如此称呼自己, 李清后一瞪眼, 白小唇喊完, 自己就后悔了, 此刻看到李清后瞪眼, 他顿时到吸口气, 这宗门内他最怕的, 就是李清后了, 李叔, 我, 我错了, 白小唇哭丧着脸, 哆嗦地连忙开口, 李清后看着白小唇, 心中生起阵阵无奈, 狠狠地再次瞪了一眼, 对于最近关于白小唇的那些事情, 他训斥了一番, 我要出门一趟, 短则数月, 万则一年, 你这段日子莫要贪玩, 勤家修行才是正道, 李清后又叮嘱了几句, 这才转身离去, 白小唇长松口气, 看着李清后的背影, 他的目中虽有畏惧, 可更多的却是一种对长辈的温功, 他听杜林飞说了, 自己失踪后, 李清后独自寻找了自己两个月, 归来时拿着他的一些衣服碎片, 很多时候都在自责, 这种温暖, 是白小唇这一辈子, 自从父母病逝后, 就很少体会到, 他的心里, 早已不知不觉地, 将李清后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有了李清后的训斥, 白小唇消停了半个月, 不再总是见人就咳嗽, 只是失而去周星齐的洞府外, 想着整个宗门, 自己熟悉的人里, 就周星齐没喊自己白诗书了, 直至又过去了数日, 他再次看到了周星齐, 依旧是踏着蓝铃, 急速而去, 白小唇无法飞行, 眼巴巴地望着对方飞远, 他心底郁闷, 能让名气弟子飞行的法器, 宗门内只有少数人才有, 除非是陈恒那样自身有些特殊的功法, 否则的话, 就只能是依靠法器, 不公平啊, 这些法器不应该都是师父给的吗, 我, 我的师父, 白小唇连连叹息, 走了几步后, 他忽然一顿, 目中转动了几下, 转身直奔种道山, 以他掌门师弟的身份, 进入种道山没有任何阻碍, 很快就到了山顶, 到了掌门郑远东所在的大殿前, 掌门师兄, 掌门亲师兄, 我要去给师父上香, 白小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大声地喊道, 大殿内, 郑远东从盘膝中睁开眼, 叹了口气, 这段日子, 太多的人找到这里, 向他诉说白小唇的所作所为, 他的心底早已后悔, 可目已成舟, 没有办法, 只能装作没看到, 毕竟白小唇虽有这种恶趣, 但却没有任何害人之心, 这就足够了, 此刻听到白小唇的呼喊, 郑远东缓缓走出, 咳嗽一声, 神色肃然, 晴了, 听到了, 师弟见过掌门师兄, 白小唇模样乖巧, 看到郑远东后连忙一败, 看着白小唇的样子, 郑远东心底一叹, 他如今算是真正的了解白小唇了, 摇头苦笑时, 带着白小唇去了后山禁地, 在那后山的一处洞府内, 墙壁上挂着一张画像, 里面有一个中年男子, 面带微笑, 凝视远方, 整个画像充满了一股很特别的气息, 使得画中人, 仿佛并没有死亡, 栩栩如生, 画像下是供台, 上面放着邻国与邻竹, 整个洞府虽素雅, 可却给人一种庄严之感, 白小唇一进入洞府, 就立刻来到画像下, 扑通一声跪在那里, 神色恭敬的磕头, 一连磕了九个头, 师父, 弟子给您请安, 白小唇望着画像里的师父, 他的墓中露出前程, 郑远东在一旁暗自点头, 觉得白小唇虽顽劣, 可这忠孝之心, 还是具备的, 以他的阅历, 自然一眼看出白小唇的神情, 使真的前程, 没有丝毫可以做作之态, 可紧接着, 白小唇又开口了, 师父, 徒儿苦啊, 都不会飞, 别的弟子, 他们的师父都给法宝, 又给保命之物, 只有我这里没有, 师父啊, 徒儿不在乎那些外物, 只要能给师父您上香, 就心满意足了, 说不定师父您在天之灵, 也能变个法宝托梦给徒儿, 听着白小唇这番话语, 一旁的正远东猛的睁大了眼, 师父, 徒儿当初为了保护宗门, 为了万年传承不断, 为了宗门大义, 一路被追杀, 九死一生, 所有法宝都在那个时候爆掉废弃了, 现在回到宗门后一无所有, 口袋干扁, 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连杂役都不如了, 师父, 您不要有压力, 没事的, 徒儿哪怕没有护身法宝, 哪怕没有能飞的法器, 也一样为宗门赴汤导火, 义不容辞, 只是万一我有段时间没来给您老人家上香, 那就说明我因为没有保命法宝, 因为没有飞行法器逃得不快, 小命丢了, 到时候我亲自去找您, 和您老人家, 在下面相聚, 白小淳一边说, 一边侧头眼巴巴地看着身后的掌门亲师兄, 郑远东面不抽动, 他这一次真的被白小淳这里惊呆了, 他修行这么多年,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白小淳这样奇葩的弟子, 此刻他心底苦笑, 抬头时看着画像内的师尊, 想到了很多往事, 尤其是当初自己刚刚拜入师尊门下, 师父也曾送了自己一些护身法器, 讲到这里, 郑远东叹了口气, 看向白小淳时, 目中慢慢柔和, 不多时, 白小淳跟着郑远东走出洞府, 一路他眼巴巴地看着郑远东, 直至到了种道山的大殿外, 郑远东脚步一顿, 转头看向白小淳,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他的手中出现了一金一百两道光芒, 那金色的, 是一把飞剑, 巴掌大小, 可在出现的同时, 四周的虚无竟有一些扭曲, 散出高温, 看起来极为不俗, 剑身上, 还有一些复杂难懂的符纹, 正在慢慢地闪耀, 每一次闪动, 都会让这四周出现细微的波动, 至于白光, 则是一面小盾, 这盾牌一样巴掌大小, 通体如白玉一样, 上面雕刻一只鲜鹤, 活灵活现, 阵阵温暖之感, 从这白玉小盾上不时地散出, 这两样物品, 白小淳看到后立刻觉得不凡, 他眼中冒光, 呼吸都急促了, 但很快他就看出一丝不同, 无论是剑还是盾, 居然在上面都有三道银纹, 金屋剑, 此剑封印一只金屋, 具备至言之力, 金屋可幻化出, 堪比使用者等同修为, 善飞行, 最高可到铸鸡初期, 若爆裂, 威力更大, 神鹤盾, 取一只鲜鹤魂, 凝聚出此防护法器, 可为你阻挡一次铸鸡以下, 生死危机, 这两样物品, 都被我曾经拿去让大师练龄三次, 可惜不敢继续练龄, 这是当年我入门时, 师尊送我, 今日我带师尊送给你, 正远东望着白小纯, 神色更为温和, 目中目出勉力之意, 借师尊, 谢掌文青师兄, 白小纯激动, 连忙接过, 爱不释手, 优优独播剧场